猪 莲龙青 巨星 红豆 半月天 我们都想跟你睡 三天三天 不要停 好烦哦 怎么了 很紧致 化妆之前要提拉 知道吗 向上 整个包起来 好 开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莲龙青 OK 今天呢 我准备画一个妆容是什么呢 不知道 但是呢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呢我会用到这个来自三页兔的礼盒 之前给他们家做广告 打这个推广 人家给我寄了好多好多了 有一些已经凑小送粉丝了 然后今天再给人家来一次 但是这一期不是广告啊 只是要用到它 想用啊 想用一套新的刷子 新的海绵蛋 里面有两个海绵蛋 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刷子 然后呢 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长型的盒子 打开以后呢也是一套刷子 非常的精美哦 白红色的 白红色的 然后叔叔有多少只 我今天将用到这一套刷子 这一套彩妆工具 OK 三把面部刷 一二三四五六六把眼部刷 这把应该是高光刷 很好看哦 火苗灯 然后这样子的 显微毛 还有任何味道 很漂亮 很少女 像火烈呢 质量很好啊 她家的东西 然后还有三个美妆蛋 我就不用新的了 然后呢 直接用一个之前我拆封过的 蓝色的吧 Let's go 最喜欢用新刷子了 王子帅在旁边看我这一期如何表演 老艺学家在线表演 首先呢 我们来先做一个装填打底 我很多啊 OK 完成 接下来呢 用到的是Bendy Beauty的 我之前两罐都已经用完了 这个用量啊 这个是260色号 在此之前呢 我先来遮个霞 用到的是德国面具的遮瑕盘 几色 五色 综合两个颜色啊 调一下 再来遮一下我的霞 再给它随便搞一搞啊 反正也不是吐起来的痘痘 只是一些痘印 OK 随便的搞两次啊 然后呢 这个Findy已经留到这儿了 我先来做上半部分的打底 用到的就是一个Findy Beauty 怎么拿这么小的美妆呢 干 不要浪费啊 OK 3月2 嗯 这个扫子真的很适合我 回购了第三次了 拍到军阴以后呢 我们来订个妆 用到的是Jeffree Star的订妆三分 突然又温柔起来了呢 大家不太喜欢看我温柔的视频 温柔的时候 你怎么又温柔了 我不是温柔我是假 怎么我最近遇到的刷不那么好用啊 OK 指定我们的上半部分 然后呢我们来画眉毛啦 眉毛用到的是Anastasia的极细眉笔 好假 是不是像这样假嘻嘻的我 对 没错 没错 Fake 我看你还能演成什么样子 你整个人在发抖阿金森 展现我画眉的技术的时候 到了 好了不要玩了啊 这是个正经的美妆视频 稍微给它过度一下 因为这个眉毛画了也没有什么用 等一下我带的假发可能把我眉毛遮住了 但这个步骤不能少 OK 然后呢继续用到这个德国面具 歌剧魅影的这个补色遮瑕 提亮一下我们的眉骨 上去里面最浅的颜色 然后沿着眉骨线 眉底线这里画一条 这种扇形的 多了眉底线主要是为了能让你的眉毛看上去更加立体 眉底线更加清晰 还有眉骨更加高 而且如果你画眉毛的时候 如果没有操作正确的话 或者两边不一样怎么样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步骤来慢慢的调节 然后把多余的那些画出去的呀 或者怎么样砸的呀 乌的呀把它画得更明显 把它给遮掉 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看 后面的部分呢你就轻轻的带过 接下来呢我们要操作一个 很久都没有操作的一个步骤 就是贴一个胶带 衣用胶带 不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任何的滋拉感 吸太多了这一期啊 我们来挑选一把这样子的刷子 接下来呢我们要画眼影了 眼影呢我将用到的是 哇哦看这是谁 这是来自苏西苏的最新眼影盘 幸运币眼影盘 这个包装是不是特别亮眼 给大家看个大镜景 哇哦 金光珊珊的 包装是一个类似于这样子金属表面质感的塑料壳 它整个是做的很古今的那样子感觉 上面应该是它的什么幸运女神之类的 有点像一个美肚沙 上面还有一些四叶草 是象征着一些幸运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一些象征 然后整个包装非常好看 背面是镜面的 有点脏 背面是镜面的 哇哦 然后打开以后呢 这个里面呢像个什么法阵啊 上面有个三角 然后呢有一些月亮 有种那种神秘感啊 感觉用这个眼影盘要上天还是怎么样 里面一共有九颗眼影 有四颗哑光的 有四颗珠光的 还有一颗是这种大闪片 看看 这个大闪片如果上眼睛的话 必须要打一个眼部打底 或者是一个眼部的闪片凝胶 整盘眼影的配色呢 是那种大地色系的 但是里面有几颗绿色的 绿色和黄色应该是今年下半年的一个流行区 是一个流行色 OK我今天会使用到这个眼影盘 然后做一个搭配 这个眼影盘之前我已经使用过两三次了 有一次在直播里面还用过 首先呢我先挑选一个打底色 这颗我画这样的姜黄色 作为眼部的打底 大面积的铺在我们的眼皮上啊 画一个眼窝 我画这样子的大眼窝的时候 就喜欢从浅到深 慢慢一点一点往里面抵眼 这个哑光非常的松软 一点都不干涩 也非常好晕开 然后非粉程度呢 不算非粉这个哑光的眼影 就是正常的情况 丑了跟没说一样 就是它不存在非粉这个问题 也特别好晕 烟战度也挺好的 肘色度也挺好的 也挺显色的这颗颜色 如果你想让这个颜色更显色的话 你可以最开始做一个眼部的白色的打底 就会更显色 OK然后 累了 刚化就累了 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加深 加深的话 我将会用到这颗颜色 有点像砖红巧克力 whatever 就是一个正常的那种大地色 一个加深色 加深我们的眼尾和眼窝的轮廓 让它开始做阴染 然后呢我再拿一把这样子更小的眼部细节刷 哇这个颜色真的好喜欢啊 这个红色 哈提阿 眼还强 哈哈哈 接下来呢我们再用一把这样子 小的细节刷 眼部细节刷 转去这颗紫色 紫黑色 它其实是一颗这样子的颜色 它看上去是珠光的 这个样子才蛮好看到吗 有点微珠光 然后呢它上手以后是黑色的底 然后紫色的小珠光小闪片 这个样子还蛮好看的这个颜色 后来试着叠加一些眼尾 OK 先上一点点 等一下我可能还要进行car quest 然后呢拿一把稍微干净点的刷子 也不用多干净 然后呢做一个大范围的全部的晕染 拉干自然一点不要分层 OK 然后呢我们来拿一把这样子的刷子 是兰蒂丝的 对这样子的刷子 一个扁平的遮瑕刷 怎么越来越温柔了 咬醒起来 哈哈哈 然后我开干啊 刚刚的 都个面具 对 就要遮瑕来做car quest 看去最白的这个颜色 来做car quest 先从眼从眼头开始 OK 一笔先定个位 然后一点一点的来 因为这个是高 不是那种遮瑕液 所以你得一点点来 没办法一笔到底啊 这个是小型的car quest 说不定等一下就变得搭型啊 我也不知道啊 哈哈哈 一会眉毛也都全擦了 再见 我以前化妆的时候 我很害怕别人在旁边看 我现在就是 我喜欢在别人在旁边看 以前会尴尬是吗 就不是尴尬就是会不舒服 对现在就是特别喜欢 别人在旁边关模 关模是吗 嗯 参观 嗯小小的 因为我不会画眼线今天 所以就小小的 那你不画眼线啊 大妆我喜欢画那种特别 所以的 所以的眼线以外 我很少画眼线 要不就是用黑色的眼影带过 ok 小小来一点 然后 眼头这里 给它点一下 把它远远开来 ok 反正这边 你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折腾眉毛 对 感觉有好几年了 哈哈哈 没画大妆是吗 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懒了吗 因为我现在很小心 我出视频 哦 从内容上面我很小心 因为现在慢慢的粉丝亮起来了 我虽然不怕我炸好 不怕我被怎么样 但是我怕我失去大家 假不假 那么努力啊 这个卡克里斯画的像个爽眼皮 怎么要 一睁眼就没了 我来给他搞他一点 ok 我们现在完成了我们的卡克里斯部分 也就是截断的部分 啊 我有天看一个博主的视频啊 那个博主在那卡克里斯卡克里斯说的 就是虽然说的不标准 但是弹幕里面飘过去那种 我的弹幕虽然从来没有出现 但是我看见弹幕里面他的视频啊 弹幕里面飘过去就是说 不会说英文说英文好尴尬啊 就是哇这些路人们怎么那么的烦呢 人家对啊 人家说了一个卡克里斯 你也要在那咬着人家说 就是你是不是 你生活应该很不顺吧 看什么都不爽吗 你他们的音乐不会很好 说这种话 他们就是见不得这些人 所谓的做作或者怎样 就是哇你何必呢 你放过人家一马自己也海阔天空了好吗 但是有些人就不能放过 好的我们现在呢 来加深一下我们的后半段 颜尾的地方我们加深一下 我还是用到这颗深棕巧克力 我形容这个颜色的时候非常的匮乏 所以就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这颗颜色 OK点到我们的颜尾就好了 轻轻的来 用点的方法 OK再使用到这颗墨绿色吧 烂叶色 烂叶色 自己也是编的不得了 微珠光 放手给大家看一下 感觉是有点偏光的 金色 对绿底金色的 这颗颜色在我们的眼皮上 哇这好上色哦 真的好上色 用松散的刷子像猪哥 都这个样 看见他的光泽感了吗 暗暗的淡淡的 好看 然后呢我想选这颗颜色 非常的好看 非常非常透亮的一颗颜色 带点偏光 好好看 就是棕色的底 然后绿色的天光 他们这颜色好艳 这都是今年下半年会流行的 好好看 这颜色全部都可以放到日常妆里 这就是一个新手盘了 新手想完装 感觉拿出来很炸 但是其实每一个颜色很实用 这些话我来说好吗 是不是测得很好 感觉颜色 感觉颜色都是那种非常跳的 但是其实上演以后是很日常 而且他整个盘里面的配色 我是非常喜欢的 看一下大金睛 看到了吗 搞下这只眼睛 你今天不是说要搞一个什么访谈节目吗 在下半年 对 你不给大家透露一下吗 不行 完全不可以吗 风声一点都不可以走路 不行 好的 掉着 因为还在筹备当中了 这事情如果说出去的话 别人也会想搞 到明年 你就胆着明年我闭火 今年先酝酿着 ok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上半部分的眼妆最后最后的重点就是 再占取下这个最深的紫色 然后来最后加深我们的睫毛线 对 因为这个紫色它不是纯哑光的粉质 它里面会有些珠光 所以它不太适合做大面积的晕染啊 这个质地 然后但是可以当做那个眼线啊 来使用 然后我现在使用下来的感受是 它的哑光粉质非常非常细 非常非常好用 之前我买到眼影盘 大部分的哑光眼影都有点难晕染 或者是说有干涩的现象 但这盘的哑光应该是做了一些改良 然后这盘的哑光就是非常的好晕染 然后一点都不干涩的那种感觉 化妆器的话非常轻松 对于一些新手来说 然后呢 现在我们撕掉我们的雕条 来来来来 来来来 OK 好像两边眼妆 应该这边这么漂亮 whatever 接下来呢我们把剩余的底妆给完成 用到的还是粉底beauty的260色号 你打底有好多亮 两蹦 我有时候画大妆的时候三蹦四蹦 哇 但你的脸很小啊 不是厚的就是少量多次的叠叠叠叠叠叠 这样子妆效就会持久 虽然会假面啊 有时候不管多好的粉底 如果你涂多了都会有假面的效果 现在我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个事情 关于假面的这个事情 所有的假面 要么就是因为你的粉底液没有贴痕的肤色 会导致假面 或者看上去 世界上的假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发现还是有很多人 虽然看过那么多美妆视频怎么样的 学习那么多 知道很多知识 但是他自己的妆还是很假面 他还要存在假面这个问题 是因为他的修容真的不够细致 就是做我们的阴影啊 或者轮廓的修容啊 或者是高光啊 腮红啊这修容的步骤 你做的不够好 所以会假面像个面具带这样 如果你修容做的够好 颜色使用的足够正确 足够适合你的话 你就完全不会有假面这个效果 每次我上底妆 你看上完底妆以后就非常的假 但是当我修完容以后 上了高光上了腮红 做了一些细节上的改动以后 他就会换头 你懂吗 把头都换了就很自然 这个就是关于假面 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些事情 就是还是要修容 做好你的修容 你要看好对的博主 因为有一些人他教的就是错 对 自己的修容都没搞好 两个大黑杠在旁边 像人形马路一样 没有啊我的变装就是两头大黑杠 你看 我就不许写了 对我知道 大家知道是 对很恐怖 不要看那种视频啊 学坏 我们旁边做的是王子帅 小可爱 看王出个镜吧 每天就讲 给大家看看 我很丑啊今天 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的啊 给大家看看真实的你 挺好的啊 很显年小啊这样 你躲的五米以外 你不显年小 我来到这儿 很心机 到时候大家给我的印象就 哇这个人每天讲好多 好敢讲哦 我觉得挺好的 当你还没有大红大火 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你的时候 你可以讲一些好玩的话 比较表一点的话 那个时候言论自由嘛 但是当你稍微有点体谅 或者是认识你那更多的时候 你就会担心你的有些话 你觉得很爽 或者是你觉得diss了 或者是你觉得你表达了你的正确观点 但是有一些人 他并非觉得你那个观点是正确的 所以我就会很小心 在我的视频里面有些言论 看你能讲的时候赶快讲吧 趁着能表的时候赶快表 之前的连龙亲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没有啊我以前也是个小可爱啊 警察都会不会等你 我以前可敢弄云霜 又敢又野又恐怖 又恐怖还行 OK 我们再进行下半部分脸的定妆 用到的还是JF的这个烘焙粉 这烘焙粉真的很香 用没有这个 没有但我闻过 你知道它的味道就不甜 特别像那种糖磨成粉 没有它这个是焦糖味 不是焦糖就是那种烤的棉花糖的味道 就好好闻哦 怎么会有人会想做烤的棉花糖的味道 好奇怪 Jeffrey Star 这个人的取向你知道就是很奇怪 就很野 嗯 我也想像他一样 但是在中国像他一样就不赚钱了 哎呦 在烘焙哦 我是在定妆还是在烘焙哦 切了一口棉花糖 但是是有味道的吗 吃到嘴里没有 就继续有效 我没有知道吗 我以为你直接怼到嘴里 没有 怼到下巴 whatever 我今天都可以滚到味道 啊 我本来说用Anastasia这个修容来的 现在都定了妆了 啊 这个灰焦的修容好棒 下次吧 啊好棒啊 这是我自己买的 没有用到它 好吧下次吧 每次都忘记啊 接下来呢修容我看看用一用什么修容呢 嗯我看是用斯芙兰的这个呢 还是PH的这个呢 还是贝林菲的这个呢 嗯我还有那种东西 我喜欢的 还是UPND的呢 好吧就用 就不要装了啊 我们用这个斯芙兰的这块修容 就在手边拿起它 就开始用 我以为你用这个刷子 我就想用这个刷子 那么大 嗯 那用的还是这个定妆杂本刷啊 大面积 没有因为这款修容的颜色非常的浅 不深 所以就可以用大的刷子来搞一下 你真的去你靠着自己 有一点技术 你上妆实话也太野了吧 你用散粉刷上修容 没有 因为它这个刷子也不算特别散粉刷 它也不是特别松软那种 它很厚 它很厚 怎么了 我还可以用眼影刷上 我用眼影刷来上这个 我用眼影刷来上这个 修容了 真的 你那些人吓唬人在亲屏里面 没有看过的 跳到这边 吓死了 用眼影刷来修容 就是修 就是修了 惊喜惊喜 讲究 因为我有时候定妆那一个步骤 空的特别多 定的特别多 所以我就不怕我的妆面会脏 因为它会带掉很多东西 你这个颜色一点都不深 对 所以我才敢用这种 如果我用makeup forever 或者是urban dk anastasia 对上去我跟你就在这了 就要慢慢开始晕 就变妖怪了那样 对这种就是按照你的轮廓打一打 好了啦 我是轮廓很好啦 就是随便打打就是 但是又怎么样 我不可能你把我自己脸打肿吧 在这画吧 没有办法 我也不是那谁 我的脸就是那么小 他也不是打肿的 不来一种 好了可以了不要再说了 要不然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对 弹幕里面肯定有票过去 也就是他 pf那个有点古铜色 稍微有点古铜 这个是灰掉的 像没修一样 我修了 刷干净刚刚的衣服 匀刷 然后来上一下我们的鼻部的音 看看我这个手法 孙悟空 要笑我们很严肃 好的 我特别爱画下巴 你发现了没 你一直都画在那个地方 对 你永远忘不了 对还有这样 但是你下巴已经很强 没有画这是为了让他看上去翘 然后看上去圆 这太天了 画黑一点不行吗 这个玻璃色打得有点西红帕上次 这个一针腿进去 OK 让我们来画下眼影 单影呢 我来看一看 挑一把刷子 我将用到这颗颜色 我没有用到的这颗颜色 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打底色的 然后转起这颗深一点的棕卡色 然后只换我们的后半段 可以的吧 好 好看 我想来操作一下 刚刚最开始有试上手的这颗颜色 这颗大闪片的 我想叠的在眉骨上 应该会很好看吧 还是怕翻车 它附带力很强 我刚才看它 好那我就来操作一下 试一下吧 真假的 你要放到眉骨上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试着眼睛 看眼头这颗颜色会不会好看 我觉得那个眼头会好看的 就点到眼头里面的一点点 闪闪的吗 对对对 很重的两个点在前面 ok 那我们来点一下眼头 我将用到too face的这个眼影胶 对 它就算一个胶 它不是打底 它就算一个打底胶 反正就是这么操作的 一点点就够了 这种闪片呢 一定要用这种胶 还有一个就是 这种闪片到最后你卸妆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有用过两三次 然后卸的时候它有点难卸 所以你必须得卸好几次 要不然它那个闪片会到处飞 卸不干净 因为它大闪片的眼影 就是有这个不好的一个缺点 但是卸两次就没了 然后呢 沾取这个 打到眼头 好好看 一点点就够了 打多的话就会盖掉你整个眼妆了 所以只能打一点点 但是你知道用这种配色就很小心 因为它太好看了 所以你就会想面积越大越好 你把它延长到鼻梁上 画到这 好的一点点就够了 我还是想补一点点在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这里 嗯 再点一点在眼尾的位置 一点点焦 一点点就好了 好看嘛 好好看 好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带个假睫毛 然后我去带个银线镜 好的 我银线镜带好了 银线镜呢 带的还是来自壮壮家的银线镜 就是那一期跟着国锋走的那一期 大家可以看一眼 我种草了一些美瞳 然后里面的那一个我没有上眼的狗美瞳 原谅我眼睛有点血慈 很好看的美瞳 说好不好看 OK 来我沾一下假睫毛 假睫毛呢 我选一副不是特别浓密的这样子的 一副前短后长的 稍微日常一点的 对于我来说这个很日常 稍微日常一点的这个假睫毛 怎么了 粉丝看到这个 没有那么浓密 清淡一点 然后你给他拿那个 我的最清淡的是这一副 所以真的是最清淡的了 过几天他们就会看到你不清淡的那几个了 来拿出来看一眼给他们看一下 给他们看一下 那个好帅 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不清淡的吗 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假睫毛吗 你们看 今天用的声音 哈喽 直接我跟你说 行走的电风扇 你热吗 啪啪啪啪 以前有一个很火的一个小视频 就是一个变装还是一个变性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然后在摩托上 然后被风吹 然后那个假睫毛发芒滑飞 我跟你说带这个绝对混 对新的假睫毛 我们还是来回的这样蹭一下 然后看看他边边角角 就是他两头 会不会有特别尖的地方 把它可以修饰一下 要扎到我们的眼睛 不好意思我的那只假睫毛 刚刚不知道甩去哪里了 重新换一副 来的古达beauty的这样子的衣服 刚刚那副类似 但是这个更紧凑一点 就是每一小促更紧凑一点 好了不要再飞了 连龙亲 结果突然又找到了 在哪 OK 这样大家就能看清楚了 看一下它的长度 有点长 然后剪一点 夹下我们的睫毛 前一段时间我去做了那个翘结束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月的视频 我都没有夹过 最近它又有点直了 什么原理啊 它就是烫睫毛吧 睫毛烫弯 可以弯两个月啊 对 好夹翘翘了 我们来看夹睫毛 我说的翘好用那个睫毛胶水才7块9 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火烈鸟 不是 我配蓝 来你买来给我试 好自己买吧 没事我费 还是通常贴着我们的睫毛更薄 哇这个好翘啊 这个 哇这个真的好翘 已经刷到我的眉骨了 哇好翘 好严 这睫毛 中东女人 这真的很翘 很毛 哇好看 嗯好看 我喜欢但有点痒痒的 就是它这个太翘了 它会搞到我的眉骨 有几根针我看到了 就是一根毛扎到上面 做女生有时候还是蛮辛苦的 被睫毛扎到眉骨 像我们就不同 想做女生就做女生 想做男生就做男生 我说是妆容啊 哈哈哈 这副睫毛好好看 被留着 多次用 因为Huda Beauty的睫毛也是那种水雕毛的 做得好 果然是正品 然后就可以多用几次 淘宝上也有那种仿的也是非常好 一模一样基本上是 但是还是支持这品 Huda在家哭了 Huda Beauty这个牌子 它家的产品 只有那个睫毛我认可 像这个眼影盘 这四盘眼影盘直接垃圾到我想哭 我当然试的时候 因为没有上过刷子 就是随便看了一下配色 因为这个配色 它是每一盘的配色 都是同一个色系的 我看上去非常好看 小小的一盘也很精致 回来用过两次以后 我就觉得感动 网红产品 而且不便宜这四小盘 一盘200多吧 嗯应该是 我忘记了 就是反正不便宜 然后用到我们的贝林飞 我今天这个睫毛还是没有压着根部贴 所以会看得出来一点 其实是看不见的 我每次都不涂 我连睫毛夹都不夹 所以你没有红了 啊 OK 你自己到了是吗 我下楼了 下睫毛 你有没有看过我下睫毛有多长 好长哦 你是真的是吗 对啊 真的 你下睫毛好长哦 OK可以了 显摆够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 这个腮红 然后呢腮红呢 我就用到贝林飞的这个 集合的这一盘 偏沉的这个颜色 好香 嗯 每次闻到我都会觉得 哎这个味道 还有一层融融 怎么感觉不上 没有它就是很淡 脸颜色本来淡 我的肤色本来就深 这个也不是专门的腮红色 它是可以打全脸的 为了调这个肤色 让肤色不那么假面 加一点血色的那种颜色 对 有一点点一点淡淡的颜色 然后还带点微珠光 就会是你的苹果肌蓬蓬的 你看它其实是有的 跟PF的那种修容一样 它不算腮红 它就也算修容 提气色的那一种 对 PF那一款也很大 非常大 然后呢我现在再加一点 刚的话我就拿那个 杯卡 杯卡这个可能有点太浓了 但是我喜欢 杯卡的这个 小的 然后这里呢就打在我们的颧骨 就不用打在我们的苹果 而且打在颧骨的这个位置 它也是有点珠光的感觉 然后把它扫开 晕一下 整个就是很淡 再来一点 不够 OK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做高光 高光呢拿出一把这样子 后面头的高光刷 然后呢高光将用到这个 TOOFACE的高光 这款高光是我最近的大碍 就是看使用四处就知道了 它的内容很淡的 很透 然后是一个古金色的底 然后粉调的古金色的底 就非常有气色 一套 一点点是不是 那种 好我们的唇峰 我特别喜欢在唇峰打高光 因为就是 绿哈娜那个唇峰就是像打了高光一样 但是它是自然内容 对 它有一个白色的线 好我们拿 我们的美股 好像泰国人 Sawaddiha Sawaddiha Hello Sawaddi 这个别太 好温柔 今天这个妆也是 很温柔 然后呢点颗 痣 OK也是单单的一颗 接下来呢是唇部 唇部用到的也是SUSISO的这五支 首先呢我先试的色号是 红绒乳烙 红绒乳烙 OK 现在这里 对这样的一颗颜色 是一颗霉红色的 它有点偏大红的霉红色 然后呢试用的是 胡桃慕斯 OK 我将使用到这两支来上嘴 其他呢我就都手臂试色了 接下来试的是 蜜蓉奶咖 是一个这样子的吃土色 OK 然后呢是蜜枣枫糖 OK最后一支是唐则 还是唐则 唐则 冰沙 这颗颜色是一颗透明底 就是在手掌上给大家看 看到了吗 是一颗这样子的叠加色 它是一个这样子完全珠光的颜色 香槟底色 非常好看 很适合叠加 它总共五支 每一支都是巧克力的味道 然后它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 比一般的口红会大致一点 类似于这种唇釉的大小 管头的这个地方有一颗这样子 保湿型的这种点缀 然后来上嘴 我先润一下唇 用到小白管 OK 润润润 然后擦在 这样才能正确的给大家 看到这个口红的质地 OK 然后我们来上唇 先挑一个深色一点的 葡萄木丝的颜色稍微深一点 也就是这颗颜色 来勾勒一下边部 它的质地也是那种丝绒质地 偏雾面的口红 很好铺色 OK 这是上一个满唇 刚刚说叠加两个颜色 满唇了现在 然后呢 稍微再擦掉一点点 这个步骤大家不用学 只是我为了叠加两个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再用到这个 红绒乳蜡 OK 就显得嘴巴更加的 风满 喜欢这样的颜色 这个质地很轻薄 也是完全没有那种 附着感的感觉 OK 现在呢 我去装扮一下 我去装扮一下 嗨 It's me 搞了一个这样子的 沙轩假发 起刘海的 然后弄一个帽子 哦哦 穿着一个这样子的 Oversize的西装 因为这个假发的头顶的 这一块不是很圆 所以我就戴一个这样的帽子 来个妆展示 今天呢就到此结束 等下 我去装扮一下 过来 我去装扮一下 yalla when you wind up your waistline slap it on me one time yalla when you move to the base